你们作为投资者 一般向董毅提出最多的问题会是什么 一个是企业经营的现状 一个是未来企业的一个前景 对于机构投资那时候 它更加关心的是 整个的企业在细枝末梢的一些 经营现状 那么这种细枝末梢的经营现状 是无法通过报表全部展现出来的 那么有一部分 必须要面对面地进行沟通 那我关心它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它在行业是不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就属于那个头部企业 因为往往就头部企业 是这个行业发展最受益的 这个行业如果是向上的情况下 或者谷底反转的情况下 它有行业领先的地位 那我要考虑清楚 它在这个行业 就它行业的地位是怎么样的 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 那么在接下去几年 它这个在行业里边 它自己就是这个份额 是会扩大还是缩小 它的毛利率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样的话就能够确定 这个公司的价值是向上 还是说走平还是向下 当然我在这里还会添加一个小问题 就是针对这些企业 有没有什么多元化的计划 因为盲目的多元化 是要去回避的 因为多元化不一定是好结果 大多数的上市公司 我会问到就是贵公司 相较行业内的其他公司 你的优势在哪 您如何看待 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包括就是行业的 未来的行业的空间在哪 我尤其或会关注 就是公司有些项目 可能它在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 它会有一个打产期 那么你公司的新品的打产以后 会对公司的竞论带来多大的帮助 或者说你公司的这个产品 是否具备自主知识产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